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不是你一个人所为 那就说出幕后主 可以留你一条狗命 人家都睡着了 你还盯着他看 犯什么花痴啊 吃醋了 谁吃醋了 我是怕你犯了花痴耽误正事 整天在医院的人还知道有正事 我是来告诉你 期限已经到了 你和崔连峰之间该清算了 那真凶是什么人 是保利点当行的老板闽大成 光耀哥哥 姐姐每天都在这儿照顾你 也辛苦了 就让他回去休息休息 之后我来照顾你吧 我虽然住院在这儿 但还有很多公务要忙 婉晴在这里可以帮到我很多 挺好的 就不麻烦外人了 原来在你心里 我是个外人 沐婉清 你还真是做得滴水不漏啊 光耀哥也说了 你只是一个外人 你 你以为你那点心思 光耀哥哥看不出来吗 别以为你和谭司令那点事 光耀哥哥会不知道 慢走啊 你 这个有点不妨 你不愧不愧 你不愧好 你不愧不愧 你不愧的 你不愧给你 你还是不了解他 他怎么能受欺负呢 就你话多 敏大成 绑架穆家小姐一案 是否是你所为 如果不是你一个人所为 那就说出幕后主帮 可以留你一条狗命 在你十六岁当兵之前 幕夫人十六岁 进萧府做丫鬟之前 一直都在村子里 要说不认识 不太可能吧 若测父 你到现在还为自己开脱 敏大成 你现在还要替他隐瞒吗 还是你背后 另有着实